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黄志賢 俄乌戰爭這個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 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結構 怎麼說呢 因為他後續美國引發的呼籲的號召的 而且成功執行了某部分的 所謂的對烏克蘭的連鎖制裁 每個國家看了都害怕 只要今天美國要對你發動制裁 我們不管那個藉口是什麼 我不是說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誰是誰非 我們撇開這個不談 就是美國今天要制裁俄羅斯 他一發動 從金融到不准別的國家 來購買俄羅斯的產品 甚至是福特加 我要讓你俄羅斯拿不到一分錢 我甚至查封 凍結你俄羅斯國家 以及私人財產 哪一個國家可能你保證永遠不會跟美國站在對裏面 為什麼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呀 不是你想方設法做小媳婦 你就一輩子不會得罪他 他要你錢的時候你要給他請 他要你命的時候你要給他命 你不聽話你就得罪他 所以美國要你怎麼樣 你如果哪一天沒有乖順聽話 他保不定他就制裁你 而且連鎖制裁 那大家以後怎麼活 所以整個過去二戰以來 全世界福音歐美的領導 在意識形態呀 在所有金融的規則啊 所有的事情都聽美國的 聽歐洲的 結果現在發現這樣不行 我可能一夜之間一無所有 這一次中國跟印度 在對俄國的制裁上 沒聽美國的 美國對印度放話 你還不趕快去制裁俄羅斯 那當然也對中國放話 印度對美國是何等的乖順配合 美國還為印度搞了一個印太戰略 但你今天這件事情不聽話 你就等著收拾你 所以全世界或多或少跟美國會有利益衝突的 任何一方面不配合美國的國家心裡都有數 那如果這些國家全部團結起來 不管是經濟貿易 不管是金融不管是科技不管方方面面就完全去美化 你現在你只有去美化你才能夠保命 為什麼我說俄烏戰爭會根本性的改變整個世界的大結構 但這不會一夜發生 這個是會慢慢慢慢慢慢的發生 過去美元是強勢貨幣 是國際最信任的貨幣 所以每個國家的外匯存體都是美元 那如果你一旦知道你手上的美元隨時會不見 甚至你英鎊 你歐元都沒有用 因為歐洲會去美國 那接下來大家要怎麼辦 要找其他的不會給我出妖兒子的生活 然後大家會慢慢的慢慢的把外匯存體 轉成黃金 大家趕快賣掉美 偷偷摸摸賣掉美 還不敢一下賣太多 你賣太多了 哎 美國對付你啊 慢慢慢慢的收進來一些黃金 就發現黃金最保值 那美國的國債呢 美國現在一直在掏空 他掏空別的國家也掏空自己 成就了美國境內的富豪 那美國政府如不付出啊 所以只好不斷的一方面印钞票 一方面發行國家公債 就是美國國債 我就跟別的國家賣了國債 然後各國政府都來買 那我都借到錢了嘛 賣公債賣政府國債就是在借錢 那如果你手上有美國的國債 可是你得罪了美國 美國說我不還你啦 我對你金融制裁 我連國債我都不還你啦 那以後大家要去買美國國債的時候 會不會再多想一下 就怕了嘛 我們買美國國債 這是我錢白白給美國花 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頭啊 這個就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記不記得我說拜登他的特使團到台灣 主要是以美國國家安全 各種各樣的軍事的前官員來 他來台灣一方面安撫台獨受傷的心 二方面要台灣給錢又給人 要你貢獻你的身體 所以台灣現在你看看新聞開始出來了 美國要求台灣在台灣的南部部署長程雷達 這個長程預警雷達 台灣已經有座了 結果他現在這一次的代表 直接在台灣就直接講了 你趕快買 買第二座 第二座多少錢 二十億美元 這個粗估啊 可能超過 可能少一點 你二十億美元 你算六百億台幣啊 放在南部 台灣的南部長程預警雷達 台灣需不需要長程預警雷達 根本不需要 台灣距離大陸一兩百公里 要算你多一點兩三百公里 你需要長程預警雷達嗎 我一看這個長程我就覺得怪怪的 果然一看啊 他說明就說了 因為啊 美國在印太戰略上面 美國需要先是中國在南海的各種的布置跟舉動 什麼意思 就大陸跟台灣 我們是一個國家 那南海本來是國界是十一段線 但是後來變成九段線 這個九段線 現在最主要最主要是靠誰在行 是靠大陸 我們號稱擁有主權 但是台灣能夠掌控的只有太平島 那台灣掌控太平島 大陸可不可以拿下 可以 但是大陸沒有動 太平島在那 大陸覺得你顾著就好了 你不要讓太平島上面跑來美國人 在太平島給我搞事情就好 大陸在守衛著我們中國的南海的領海 跟我們南海的領土 結果美國要台灣在南部部署一個長程預警雷達 來監控大陸在南海的所有活動 讓台灣花錢去監控北京人在南海活動 那你現在聽懂了吧 是美國要監控中國 要台灣花錢 這個長程預警雷達 台灣花了錢拿到的監控的數據 再報給美國 所以台灣就是美國的不要錢的自備狗粮的看門狗 台灣是為什麼而戰 是為美國的利益而戰 台灣說現在的教招啊 一天行軍五公里 我就噗哧笑出來 這個不叫行軍吧 五公里什麼概念啊 就我一天平常走路都會超過五 隨便走一走就七八公里 當然我是沒有背著重裝備 現在教招的人有背重裝備嘛 一天五公里比較像郊友耶 然後台灣現在又在大家在討論 要征兵啊 要開始恢復征兵啊 台灣人愛當兵嗎 愛當兵為什麼每個人都跑去當替代役啊 所謂的替代役就是說 現在兵太多了不用了 大家去科技公司上班 去台積電上班 也叫替代役 也當作好像你服兵了 叫做替代役 你去政公所上班 你去市政府上班 你到哪裡哪裡上班 甚至以前還有說民間企業 要幹嘛幹嘛 我都可以申請替代役 還有很多小學啊 中學的門口的棋位 都是替代役 那台灣人要當兵了嗎 要接受軍事訓練 要打仗了嗎 台灣有必要走到這一步嗎 你真的做好準備了嗎 你真的想清楚嗎 當然是沒有想清楚 但是老百姓也沒辦法 老百姓就是人家怎麼洗 然後我這怎麼樣聽話 我就覺得只有這樣才對啊 人很少有人是可以力排中一 可以對抗整個環境 很少因為我們人都害怕衝突 所以當你偵測到這個環境 全部都是往東走 你一個人要往西走 那個壓力是巨大無比 更何況人家還會出手打你 出手打壓你 見面 那台灣就會走向烏克蘭之路 我再次回來台灣 就感覺台灣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台灣的人善良 台灣保留了非常非常完整的中華文化 但是這幾年 我才一年半沒有回台灣 那種反中的潛意識更鞏固了 親美的已經變成是大家不用去談了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親美啊 親美無庸置疑 只是要多親 然後反中無庸置疑 只是你要軟著反 還是硬著反 只有這些差別而已 所以台灣的前途是沒有辦法再有改變的 最近有一個球星啊 他宣布了說我停止幫華為代言 要用什麼藉口 說這個當全世界的黑客 駭客在攻擊俄羅斯的時候 華為幫助俄羅斯抵抗攻擊 這個居然是藉口啊 所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辜 怎麼這樣說呢 俄國裡面華為是通訊的供應商 愛立信跟Nokia也是啊 華為不是獨一一家啊 那華為繼續提供服務 愛立信跟Nokia也繼續提供服務啊 那人家怎麼不去賣愛立信 怎麼不去賣Nokia呢 美國的Dale電腦也繼續供貨給俄國啊 殼牌石油繼續買俄國的石油啊 怎麼沒有人制裁他們 反對他們呢 所以中國人幹什麼都不行 不要妄想得到美國的認可 美國如果今天一時認可你 那是假的 那是為了要誘惑你 貢獻你更多的利益給他 將來要用你給他的利益 轉過身來對付你 所以我相信大陸看到現在情勢的演變 會做很多相應的措施 比如說會減少美元資產 也減少在美國境內的各種各樣的資產 因為美國一聲令下可以凍結 中國在美國的所有企業 包括銀行的資產 用這個來倒逼你中國改變的事 而且中國應該看得非常清楚 科技必須獨立 沒有所謂科技無國界 科技無國界那是個美國 拿來忽悠別人啊 不要自己被忽悠 FM 我們會請到新興的項目 我們會找到一個最多的機器 與新興的項目 他的目標 我們會說